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验做法 项目案例 以及未来的发展愿景 中心天津生态城坐落在美丽的渤海之滨 天津滨海新区的北部 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 规划人口是35万人 生态城是中心两国政府间合作的旗舰项目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 按照中心两国的要求 生态城要成为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样板 生态城从2008年建设至今 已经历时14年时间 这页PPT展示的是生态城最初的原始环境 当时的生态城三分之一是废弃的盐田 三分之一是盐碱荒滩 甚至还有三分之一是有污染的水面 属于水质性缺水地区 在这样一个资源约束的条件下 建设生态城市和海绵城市 使得生态城项目更加具有复制推广的价值和意义 这页PPT展示的是生态城现在的城市面貌 能看到 经过短短14年的环境修复和城市建设 一座绿一盎然 一居一夜的生态之城 已经拔地而起 生态城在2016年 获批成为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 试点范围位于中心合作区 试点面积是22平方公里 但是在试点示范的同时 我们实际上已经把海绵城市的理念 扩展到了生态城全域 生态城围绕海绵城市建设 制定了从保护修复到规划管控 再到低影响开发的实时路径 在保护修复方面 生态城首先利用三年时间 对区域内原有的污水库进行了彻底的治理 把刚才展示的那个臭气熏天的污水库修复成了风景优美的镜湖 此外 生态城还在建设之初制定了世界上第一套生态城市指标体系 包括有三项水环境方面的强制性指标 一个是地标水质量 达到四类标准 第二个是自然湿地 净损失为零 另外一个是生态岸线的保有率100% 生态城的管辖范围 既包括左边图中红线框中的30平方公里的中心合作区 也包括东边的滨海旅游区 中心合作区的地表水系是严检化程度比较高的淡水 而东侧的临海新城区域 也就是途中浅蓝色的水域范围 是与渤海湾相海水相连的海水水系 所以说生态城水系资源类型丰富 面积广阔 从西向东依次包括了河湖湾海 这就对生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来说 既是机会 也是挑战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修复淡水湿地和边海湿地 这两类自然湿地 同时也为了更好的保持地表水水质 生态城编制了一系列专项规划 例如有水系联通规划 水质保持规划 湿地修复规划等等 此外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水系联通工程 这页PPT展示的是生态城范围内几个已经建成的大型的水系公园 左上角的照片是河座区的靖湖和顾道河湿地公园 左下角是河座区的汇丰溪公园 右上角是滨海旅游区南部的南滴滨海步道公园 这三个公园都是淡水湿地公园 右下角是国家海洋博物馆旁边建设的南湾公园 这是一个海水水系的滨水公园 这些水系和公园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天津市的网红打卡地 也是人们接触自然湿地 感受海洋文化的好去处 生态城的淡水水系总面积有524万平方米 每年的蒸发量有1061万立方米 远大于区域的降水量291万立方米 为了保持水系的景观效果 就要在保证防汛防洪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大量的补水 补水水源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利用合作区和旅游区的两座污水处理厂的出水进行补水 每年可以补充3142万立方米 另一个部分就是充分利用雨水资源来进行补水 生态城的规划采用的是片区化组团式布局 每个片区的雨水除了下渗和收集利用的雨水以外 都会通过城市的雨水管网汇集到本片区的雨水泵站 每个雨水泵站都布置在水系的旁边 我们在每一个雨水泵站的出水口位置都规划了一个人工湿地 进入泵站的雨水 水质比较差的初期雨水会通过污水系统截流到污水处理厂去处理 初期之后 水质好一些的雨水就会排入人工湿地 通过湿地净化后达到四类水体的标准之后 再排入地表水系 以此达到排涝和补水的双重目的 为了保持合作区淡水水系的四类水质 我们还建设了一系列水清水冻工程 实现淡水水系的循环流动 规划管控方面 我们首先是进行空间管控 生态城在绘制城市发展蓝图以前 先围绕原始自然湿地和候鸟栖息地 进行了生态敏感性分析和建设适宜性评价 以此来划定禁止建设区和限止建设区 这种先底后图的规划原则和方法 使得自然湿地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划定禁建区和限建区之后 我们又通过设置自然缓冲带 作为城市建设区与自然湿地的过渡 再通过规划建设人工生态廊道 以及对标高进行管控 来实现不同自然湿地之间的互联城网 这页PPT展示的是生态城内 通过保护修复后 形成的两个大面积的湿地公园 左边的是占地60万平米的 南堤滨海步道公园 右边是占地一平方公里的 被窍地湿地湿地公园 得益于这些湿地公园的调续作用 以及海绵城市的建设成效 生态城成立14年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内涝 生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 不只是建成了一批海绵项目 还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技术管控体系 我们在传统的规划设计 施工验收审批环节中 植入了海绵专项审查 从而确保把海绵城市的各项要求 真正实施到位 此外 我们还开发建设了海绵城市在线监测平台 借助设置在项目雨水 排放口的水位水量水质等传感器 对海绵项目的运行情况 进行实时在线监测 在前面介绍的 城市水系统规划建设的基础上 生态城借鉴新加坡ABC水环境建设经验 建成了一批示范项目 项目类型既包括自然和人工湿地 也包括城市公园和屋顶花园 还包括住宅小区和道路广场 这是每家园海绵示范小区 在不增加造价的基础上 很好地实现了海绵与景观的结合 这是华夏蔚来小学和低碳体验中心的屋顶农场 既能够收集雨水 还能提供惬意的户外活动空间 这是第一社区公园 通过雨水花园来收集公园和周边建筑的雨水 又能够种植荷花 养井里 愉悦身心 这是惠峰西公园 虽然是人工建设的生态廊道 但是形态布局蜿蜒曲折 景观种植充满自然野趣 两侧建筑采用退台式布局 形成开场的城市景观 也提升了周边土地和房产的价值 这是第二条人工生态廊道 甘露西公园 采用现代景观设计风格 成为生态城的网红绿道 以上是生态城这些年来 总结的一些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和建设的典型案例 随着生态城开发建设的不断推进 我们还在进行着一些新的探索 重点是围绕东侧临海新城的海水水系 和滨海湿地建设 来进行新一轮的创新和实践 这是我们伴随两座海岛的开发 所规划的城市生态排水系统 所谓生态排水 就是不设置城市雨水管网 单纯依靠夏欧市绿地 来收集和传输雨水 这也将让生态城成为国内首个 在沿浅地区域采用生态排水系统的城区 其中我们需要综合性的解决 雨水排放 景观效果 绿化排岩和冬季溶雪季等技术问题 现在这套系统已经在进行施工图设计 计划下半年开工建设 这是我们正在建设的一条三公里长的海堤 为了避免两米多高的海堤阻挡 我们把海堤隐藏在了80米宽的带状滨海公园之中 埋在了土里 用宽度来换高度 来实现防潮安全 滨海景观 海绵城市和泉域旅游的完美结合 打造中国北方第一条生态景观化的防潮海堤 这是我们正在建设的另外一条3.1公里长的带状公园 这个公园将成为生态城第一个人工滨海湿地 新建的带状人工滨海湿地 位于城市绿地与海水水系之间 标高也介于高低水位之间 成为人工的潮渐带 达到对填海造陆区域进行生态修复的目的 这是前面介绍的南滴滨海步道公园的延伸拓展项目 也是临海新城人工减排湿地公园 我们将在南滴公园的经验基础上 引入更多的海绵城市技术和生态化理念 更进一步实现旅游休闲城市景观 与水系生态三者的结合 以上就是生态城海绵城市建设的情况介绍 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们指正 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与国内外专家进行交流 也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们 将来能够参与到生态城的海绵城市建设中来 再次感谢城市与自然共生项目的邀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